各位觀眾們大家好我是腳大 那這次又來邊騎邊聊啦 上次聊的是UAE總教育生命量和Pokaccia的一些訓練和課表 那其實從時代環法開始前呢 知名的自行車YouTube頻道 Anton Raj Cycling Podcast的主持人Patrick Bro 也訪問了Yambo Visma的總教練 Head of Performance運動表現總監 Matthew Headbord 他也是Yambo Visma出了很多巨頭之後的主要推手 節目中大概聊了Headboard的背景 主持人Bro也問了大家很多 對Yambo Visma很好奇的 像是訓練哲學啊 還有他們是如何去界定他們的訓練強度 像是FTP之類的 那這邊我們也會交叉參考一些來源 包括跟Yambo Visma密切合作過的Instagram的訪談 和介紹影片來聊 主持人也就市民車手的角度 請教Headboard教練相關的建議 那這邊先說明Headboard都是以 觀念和方向的方式來分享 所以沒有像上次UAE那集有具體的課表 像是幾分鐘踩什麼ROM 多少瓦之類的 他分享很多觀念對於 Hardcore的 車友來說可能是老生常談或是幹話 不過小弟盡力去不同的訪談和文章中 拼湊一些蛛絲馬跡去勾勒出一個輪廓 給大家參考 那本集影片除了 大致商談整理上幾個訪談介紹的內容 歸納延伸出幾個值得討論的重點和方向 希望對我們這樣的市民車手有些啟發 也可以來討論一下 那這邊說明小弟不是 科班或體制內的運動選手 運科或是醫療人員 有任何意見或是想要補充的 歡迎留言分享 那首先介紹一下 1982年出生在荷蘭 比起很多教父騎的總教練其實算蠻年輕的 那其實他2000年開始參與自行車競賽 代表荷蘭參加一些 分靈的國際賽事 他正式登上職業舞台是 2006年到2008年 效力於法國的斐迪斯車隊 他自己說他自己沒什麼天分也沒什麼成績 所以很快早早的就退休 喔對於自行車的熱愛和研究呢 所以他進入了 Yan Volvisma 擔任助理教練 可能也是因為他是荷蘭人吧 所以就比較容易進入荷蘭的車隊 同時也在荷蘭的國立研究型大學 馬斯垂克大學讀研究所 邊工作邊讀 斷斷續續讀了8年 那Hatchport在2016年成為Yan Volvisma的 Head of Performance 運動表現總監 直到現在已經8年了 他現在是領導4位自行車教練 一位體能教練 還有器材總監 營養師 他職責就是 領導這些不同專業的人 在訓練器材營養賽事 賽道那些研究上 確保車隊在賽場上的運動表現 他表示呢 每個選手其實都是跟 某個教練一對一進行指導 那自己也還是有個別指導選手 不過在節目中他沒有說他要指導誰 然後主持人Bro 就直接切入重點 問教練說 Yan Volvisma這個車隊有沒有一個 整體的訓練哲學 還舉例了一些曾經流行的訓練系統跟方式 像是即化訓練啊 或是現在流行的 挪威乳酸育質訓練之類的 那這大概是車迷對他們 神秘訓練最好奇的部分 那教練的回應大致上滿官腔的 說他會和教練團不斷討論 精進訓練方向 確保大家都在有共識的同步狀態 他們不會單純鎖定一個極端的訓練方式 而是根據目標和當下理想的理論 去制定共同的方向 也不會有教練 在沒跟大家討論的情況下 突然給選手完全不同的訓練 那這個似乎沒有具體回答主持人的答案 我個人的一些想法是 近年來在網路上很容易取得很多 五花八門的訓練課表 也不只會出現流行的訓練方式 然後大家要各自 有各自解讀和執行的方法 像是現在流行的D2訓練啊 我的解讀是現在 這樣講話稍微有點勉強的方式 有人解讀是 超級低心率 真的就是 原地超慢跑 anyways 我覺得 保持接觸薪資是必要的 不過要保持清醒 知道自己的大目標 發展方向 試驗新知是優化調整自己的訓練 那想到十幾二十年前的跑者練tempo round 也就是乳酸玉脂 即使是夏天也苦苦的 持續的 跑三四十分鐘 但天氣實在太熱 體幹溫度太高 不是爆掉 就是必須降低強度 勉強完成這樣 那這五六年的台灣普及的一些 中間差短修的tempo interval 中間短修可以降溫補水 所以那個 快跑的強度可以維持 那也還是可以讓身體鍛鍊到 排除乳酸的能力 同樣的情況也可以套用在練車上 那這算是一個套用不同的方法 達到訓練目標的例子 那回答法來呢 主持人在沒有得到具體的回答後 換個方式 問說 那這十年來呢 訓練方式上最大的轉變是什麼 不過厲害的 這還是沒有 給出任何具體的內容 不過他回答倒是延伸出一些有趣的話題 他說 以前他們 十幾年前 賽季結束會完全不騎車六週以上 那回到訓練營都砍掉重練 那他有提到說 像上坡 220瓦 大家都騎不怎麼騎啊 現在車手修賽季都短非常多 那每個人回到訓練營的時候 體能都保到好像隨時可以比賽 所以現在 冬季訓練強度質量 都遠遠比十年前高 那這邊 他沒有具體指出 車手是 自發性的縮短 修賽季 主動保持體能 還是在教練團指示下指騎的 我的觀察 和理解是 現在恢復的科技和知識越來越發達了 車手除了完全休息 也有很多 更快 更有效率的恢復方式 另外一方面呢 個人覺得現在的 選手或是運動愛好者 因為 資訊快速流動 還有社群網路 所以很多人對訓練更有動力 那修賽季也有在賽訓練貼文或限動 做一些不同的運動 讓粉絲有不同的感受 那說到不同的運動 可能是跟自行車比較無關 那Cashboard教練就開始看看而談 Yambo Visma的車隊 車手冬季都在跑步 而且有按照教練團 規劃的嚴格訓練方向 他們會按照每個人的跑步經歷 去制定質量不同的跑步客表 他們規定 一定要跑在軟的路面上 大致上就是草地 土路 沙地 那田徑場也算軟 個人相信 田徑場跑多了會造成 固定機群過度使用的狀況 那Hatchboard教練進一步指出呢 現在很多科學根據指出 很多頂尖運動員 都有很多不同運動的背景 他們車隊也鼓勵 U23 車手多玩一些不同的運動 讓不同的機群 保持活動和發展的狀態 主持人Bob補充說 他建議車手多接觸一些 有衝擊性的運動來增加鼓密度 那自行車就屬於 幾乎沒有衝擊運動 因為有椅墊支撐 就是在鼓密度上 發展會比較有限 那進入下一趴 主持人Bro問到說 Yambovismo現在是怎麼去定義訓練區間 或是帶到長稱的FTP之類的 那Hatchboard教練說 他們應該都是用乳酸監測 來定義每個人的訓練區間 他們會定義出 有氧玉子 和無氧玉子 這兩大區間 然後再分出比較詳細的訓練區間 那這邊他具體指出 在冬季訓練的時候 他們會在實驗室裡面做一個 很慎重的 最大攝氧測試 那進入 貝賽期 比較多外騎的時候呢 會以 8分鐘間歇作為 測驗方式 不過這裡沒有說他們 騎多少趟 然後中間修多久 不過他們就是會在一個坡啊 每個車手來來回回 然後像ITT那樣 就一個一個做間歇 然後工作人員跟教練團呢 會在坡頂他們騎到的地方進行乳酸測試 Hedgehog教練接著說他們 也常用5分鐘來做全力的測驗 他認為這比20分鐘全力測驗有效率 那我個人推薦的8分鐘間歇 是取代20分鐘的一種方式 多少也接近公路在間歇的實際情況 還可以測出 車手回血的能力 而5分鐘全力個人理解就是 有氧無氧系統分別多到一半 就像中距離跑 全手跑到四分之三的地方就會有遇到無氧失點的感受 有像是800公尺或在 600公尺的時候 手會整個麻麻的 所以5分鐘是他們界定無氧遇值的一種方式 不過在2020年 Hedgehog教練跟合作廠商insight的影片中 所提到的測試方式和2023年 剛提到的蠻不同的 那2020年 Yambo Misma的測試方式 是4趟間歇 第1趟是5到6分鐘的 育質強度 那這邊他沒有說是乳酸育質 還是他們 定義的有氧育質 那個人推測是 他們定義的有氧育質 但其實不會差太多 那第2趟 一樣是5到6分鐘 不過強度比育質再更強一點 第3趟是 2分半到3分 也就是縮短一半 然後跟第2趟的強度一樣 是比育質強一點的強度 第4趟是2分半到3分鐘 不過這次要全力 那每一趟結束時都會採集 血乳酸的數據 最後教練表示他們 每6到8時候都會測一次 那這邊教練也還是沒有說中間休多久 個人推測是不會超過每一趟時間的一半 像5到6分鐘可能休息 2到3分鐘 2到3分鐘可能休息 1分半 那第1趟推測是要測試 上一次測驗的 有氧郁脂強度 現在身體反應的程度 那第2趟第3趟用超過郁脂 稍微高一點的強度呢 測試身體的恢復能力 或是清除乳酸的能力 那最後一趟全開呢 他們就在身體沒有完全恢復 因為剛才已經騎過幾趟的狀態下 的無氧郁脂 個人覺得 比2023年版的測試 還接近公路賽實際的情況 那剛剛的測量呢 幾乎都會 採集血乳酸的數據 所以主持人bro就接著問到說 那四名車手如果用乳酸監測 也會有幫助嗎 那黑伯教練認為 業餘愛好者不需要 這樣去監控自己的身體 把行李放在 規律的訓練 用功率計和體感 也就是RPE 據說5分或20分鐘的測試就可以了 那主持人補充到說 有人純粹就是很好奇 想看一下自己身體的一些 數據跟反應 我教練這方面就沒有答話 那對於訓練內容一直不放棄的 那主持人bro呢 這次換個方式 終於問到了一點端倪 問黑伯教練說 衝刺型車手 和GC總排型車手 在準備環法時 訓練內容有什麼差異 那黑伯教練說 週時數上 GC車手比衝刺型車手多很多 大概20到30小時 這是一個很大的range 我應該按照季節有所不同 那再來指數呢 衝刺型車手乳酸育質訓練必須控制 因為過多的乳酸育質訓練 會對最大輸出造成一些負面的影響 不過當然還是要練 至少確保自己的體能 能在平入賽事 最後衝刺的時候還有高 那不用練到像GC車手那樣 每個大山都要縮哈 那這邊大家就可以勾勒出 Dian Volvisma的 GC車手們 訓練時速都很大 也練很多 有氧育質 或是乳酸育質的訓練 再來主持人就接著問到說 就是 像準備一小時繞圈賽 那訓練時間又有限的 業餘車手們 還要堆時速 練乳酸育質訓練嗎 那Hedgehog教練表示呢 即時繞圈賽是很多 十幾秒的衝刺 那相信 有氧能力 是讓衝刺瓦數能 一直維持下去的根本 所以時速和乳酸育質 還是很必須的 這點之前小弟在市場 最殘酷繞圈 有提到 就是Hedgehog教練跟很多高人一樣 在很多訪談中 都會強調有氧能力在繞圈賽的重要性 那他們聊完訓練之後呢 在節目最後就是聊 即時賽規則修改之類的 那本集主要是要聊訓練 就先不聊那個部分 那這個訪談的乍聽之下 好像沒有聽到 Yambovisma有什麼秘密武器 或是有什麼很特別酷炫 會成為流行的訓練方式 聽起來其實就是 在有管控和計畫之下 用科學實證過的訓練方式 快速有效率的回復 把訓練的質量最大化 並且有持續性 這種之類每個車隊應該都在做的事情呢 但他們的成效 就是很理想很到位就是 這讓我相信有人說過 精英選手的課表 跟你我都馬一樣 只是他們練得更多更快而已 當然希望未來有更多 Yambovisma相關的訪談和分享出現 最後在自從神 小弟不是科班 或是體制內運用選手 運科或醫療人員 有任何意見想要補充的 歡迎留言分享 我們不停腳 下次見 感動一下 將凡理 也許健康 équ morale White 你就覺得咱們 平衡 和 做 容 쓰는 雙 說 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